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手。 一念祝福是陪伴,一念关怀是心安,念念不忘的过往时光,等待和守护是记忆里最温柔的片段。 诺大的时光机少年浴火重生,瑜伽灯火阑珊的傍晚,她微笑问掌舵人,一个人的人生要挺多少次大风大浪才会迎来黎明之光。 掌舵人若即若离的回应,找准自己的航标,确定方向,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大地之灯可以照亮古火。 清冷的人间,细微的关怀,时间台里面最真诚的爱,微微寒秋,遇见硬汉小战,她简直寸头,铠甲归来,见或不见书与营,似乎不再是人生合力的伪命铁。 央视发出两本,预告片《星海报书》和她回归,例子仇视的正人量男神即将全面回归。 东风破,西风消,秋风呼,恍惚间断年了,闭卖认真做事的追星女孩哭了,凡事悲痛皆为序章。 深水泥潭的世界,他们含泪微笑,还好一切都来得及,还好正义掌握在大部分人的手中。 伤口一点点的复原,坚持的原则没被打破,一个单手拥抱,一句细思入微的问候,曾经的大哭大闹化为前进道路的暖流。 从被误解,全网敌对,到人人敬畏,捧手心,人员可畏,商机无辜的饭圈,肖战,小飞侠是炮轰的对象。 好人品,路人员倍增,227行程的运伤,不过是深海星辰的激浪,逼着他们旅行生活,在命运的航翻浪潮里公然示威。 粉丝判错,偶像买单,在这种意识价值的困扰之下,走出女人名区。 从逆行者官宣到直黑威胁,央视山肖战的画面,蓄意引发矛盾的圈子终于发怒。 正能量主持公道,央视怎会妥协于这帮小人,不过是失之于一千里的对待,剑马鲁章的世界随意设定的毁青玉太虚假。 从流动性的大环境来看,这群人手段凶狠,做事没分寸,不顾及面子,沉浮于现实魔障的故事,一步步深情上演。 黑狠独辣的幕后黑手看见央视轰轰烈烈的动作,不敢随意叫嚣,往日的咄咄逼人不得已掩饰。 原来最可怕的是不知自己的地位,不懂自身处境,随着新剧主流证据,抗议IP播出时间确定大家心里的石头落地了,宣传片寸头造型,无意间暴露了热拍王牌。 与此同时,20天之后,29次生日人来了新祝福,韩国瞎瞎即公益均款为流量动物,销战海报城堡公交车这一次,海报竟然登上了首尔地铁站。 海外粉丝牵挂的是偶像,思念的是超越国度的爱。 即使文明的社会有一个三观症,重能正直,但真诚的男神怎会不分? 气软怕硬的世道里,网络乞丐们之所以无法无天,几句文字几条新闻就能够把一个公众人物落下水,大概原因是他们不懂礼数,背后有人撑腰。 随着肖战生日礼物再度热议,明明只剩下半个月,一裹粉又把这份爱传到了每个民众的耳朵眼球。 他们恨不得大家都知晓,10月5号是肖战生日。 韩国小飞侠惊喜太暖心,令人泪目,这次虾虾们带来的礼物别出心裁。 费了一番心血,韩国购物间民动地铁站竟然出现了肖战海报。 男孩深情的笑着,仿佛是没受一点伤痛,首先映入了眼帘。 站站那明媚如清风的笑容,长辈粉,成年粉喜欢这份善良和真诚。 宛若朝阳又如沧海,海报是光点图案,用意很深。 韩国小飞侠惊喜太暖心,在设计内涵里体现了对肖战从婴儿中, 红蓝相衬之间向爱重生为爱而生。 海报字样也很用心,中英韩结合出人类点那一行我爱你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笑容, 细节感动人心,远在天涯却又近在咫尺的机遇, 这份暖意让人欣慰,喜欢无国度相遇是比爱还要美好的事。 细思入围之下是内心最直接的祝福,想念无边界海外粉丝的扎心举动,再次看哭辱人。 肖战若没影响力,他和德何能被如此关爱, 君子的胸怀之下敢直面惨淡生活做自己的英雄, 舍得拎开坚越鸣,活出了态度,拼出了明天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你给出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